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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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不用管的 你越不用管他越独立成长得好 太过意恋爱自己的孩子 不管生活的 你的孩子也不会好 你给他付出的越多 他到时候还说不定跟你 不理你了 不孝顺你了 这样的现象太多 现在是不是不懂 不懂 也不懂英国 也不懂孝道 中国文化是很深的 表面看上去还是没什么 孝道文化也是非常深的呀 这个孝道文化还是讲恩 感恩知道吗 因为父母对我们的恩是最大的 如果你心里面对父母的感恩的心都不够强 比较弱 经常都忘记他们 想不起他们 那你说你对朋友啊 对吧 甚至对道友 你说你有多大的感恩心 我都不相信 最大的恩人你都忘记了 你都忘恩乎义的人 你说你对自己的孩子好 其实也是一种自私的心 也是一种动物的本能 是吧 老鼠对自己的孩子都很好 是吧 人类不是这样的 人类你不能够 所以说为什么变动物呢 是吧 他只知道呵呵自己的孩子 他不知道去孝顺自己的父母 他不懂 随时他们变动物了 那我们不能变动物了 是吧 我没有这个动物时代 他不行 现在人就是不懂孝道的 就是这个动物是吧 只知道对自己的孩子好 不知道对自己的父母好 那肯定是一代不如一代 一般来说不孝顺父母的人 三代之后基本上就决肿了 你就断止决神了 你像母亲 这个一般人没调查过 但是我过来就是 不同的孝顺父母的三代以后 基本上就断肿了 就决肿了 最缺德的就是不孝顺父母的 就是这个中国文化还是要同样的 但是这个我们佛教文化的根啊 这种感恩呢 念恩开始 这个福利心也是先 就是支母念恩开始的 你没有支母念恩 你拿来的福利心呢 是吧 那 中国文化就是讲恩的 是吧 那个夫妻也是讲恩 是吧 父母讲恩 在讲港恩 念恩 不同的念恩的人 他这个学什么佛法的 都是没有开始啊 都是没有讲空话 那讲什么福利心啊 供应会 这些风化 都是风风楼阁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成绩 我们道场呢 原来有位有讲 来了 学佛学的 道理都挺好的 但是呢 他从小跟父母关系不好 后来学了佛以后呢 对父母稍微好像宽容了 宽恕了一点 他的意思 我已经宽恕父母的罪过了 好像那种感觉 这个父母关系稍微好一点 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感染 所以在道场里后来就 那就出问题 还业障 但是水明座就不讲了 不止一个 他跟着道了 开始也学的挺好 时间久了 他就忽报不够了 他福德不够 他这个思想就开始出些 业障 知见上也会出一些骗他 就跟我们不一条道了 他骗他越偏越远 就离开道场了 自己的根出了问题 所以感染 感染呢 当然我们从父母开始 然后就是从师长 然后是道友 那在我后面就是我们这个 劝华菩提心文怎么讲的 众生呢 这个众生呢 也是很难的 对每个众生都要生起感恩的心 感恩他 所以说我们呢 对任何人都要感恩他 就是老话他真的在骗你 真的在伤害你 我们都感恩他的时候 那你就好办了 那你当你对所有的众生 都有感恩的心 众生呢 都想得起来 都念得起来 那么你再往上修 都会想报恩 是吧 有强烈的感恩心 你才会想报恩 那感恩心很弱 你都不 就是报不报 就是报恩的心就是很弱 就是几乎就没有了 所以当你的感恩心越来越强 你才会想报恩 当你的报恩的心越来越强 你那个慈心就 就出来了 你往那一做 你都是持光 持光 然后大悲的悲光 都一点一点就真的出来了 所以说为什么说 你有修行的时候 众生会有感觉 有一种不一样的 他也说不清楚 其实也没有什么 就是你真正的那个 慈悲性升起来了 那怎么修呢 你们就是要从这个 对每一个众生真正的感恩 这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们对父母感恩 这倒有对你帮助过 你可能有一点感恩心 但是过一段时间还忘了 你说你对这个普通的众生 你怎么感恩 你看很冷漠 是吧 很麻木 没有那种爱心 就是说你给我感恩的心 你才会生起我们的基督教叫爱心 就是慈心 其实他们说的爱心 就是一种慈心 就是愿意帮助你 愿意给你快乐 看到每个众生都希望你安乐 希望你能够离苦得乐 希望你能够越来越苦 嗯 解脱 自在 对每个众生都有这样的训练 看到一 夜 夜饿的众生 我们越是觉得他 很苦 是吧 不会抱怨 不会讨厌他 而是觉得他很可怜 是吧 他需要帮助 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到他 但是也许我们现在力量不够 但是我们至少有这种心愿 看到他 我们想帮他 但是有些时候也当然也不可能 都落实不了 至少你有这个想帮他的念头 这就很重要 这已经够了 嗯 每个众生你都想帮助他 是吧